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行Square和不规则形状True Shape 在列表菜单右下角 有几个图标来导入不同类型的文件或列表 该软件可以以TCN DXF格式或文本格式添加到列表文件 我们现在加入4个TCN格式 8个DXF格式的不规则工件 从而创建了一个混合文件列表 为了加快速度 我们默认为每个弓箭分配加工数量12 也可以单独改变加工数量 在旋转列中 让我们在整个列表中启用任意旋转参数 允许键套自由的旋转形状 让我们把第一个弓箭签套起来 正如你所看到的第一个结果 我们使用了来自材料仓库两种不同类型的五块木板 其中一种材料是黑色素 另一种材料是通用材料 材料可以在列表中指定 如果它们没有被指定 软件会根据它们的厚度自动给它们复制 让我们现在保存结果 保存过程还生成相应的标签 可以显示现在每个备选弓箭 最后让我们将嵌套报告保存到PDF文件中 这样就可以存储或打印包含所有相关信息的概要 该报告包括所有木板及其位置信息 在这个阶段 让我们打开TPACAT 为每个木板保存的TCN文件 正如您所看到的 该文件包含了您的机器 使用TPAC嵌套系统所需要的所有信息 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对你有所帮助 请查看我们的YouTube频道或Facebook页面 以获得更多关于TPAC软件 或更多应用程序的视频教程